爱吃黑虎煎 民众做过来 最近经厚休恒農药发展协会到黑虎煎也吃 人家间发自于保证的黑虎煎 而且丢米很特别 跟厚厚味的黑虎煎 因应一些现代人 不会料理这个新鲜的乌鱼煎 所以就有做成这样的一个调味口味的 这个做起来的保存期限可以拉长 我常问人家说你们知道乌鱼有三宝吗 那大家都知道有乌鱼籽 就是乌鱼卵 其他都不知道 其实像乌鱼标也是 它就是我们以前所称的那个海豆腐 其实我们是希望说 把乌鱼的整条鱼的那个部位 都可以都可以把它那个推广出去 平常民众基础在新生黑虎煎和一区保存的口味很不一樣 新生保留制度一区气味很赞 让我们直接就丢了 就是一般是拆开就可以吃 其实我们如果像一群人的话 你可以把它全部拆开 然后摆盘的方式 上面再加一点点那个柠檬汁 其实要吃黑虎煎要看几个黑虎煎收成的时候才有 而且料理很爱清洗很够干 让很多餐厅和家庭主婦都不需要处理 就是因为它 胃部里面如果说它的那个 胃部里面的残留 残留的那个食物没有清干净 你就是要用手钢去把它打开 那里面还要把它洗 所以从它那个摘取下来之后 到清洗这个阶段其实是还蛮费公司的 这间过处理和料理的一区黑虎煎 介绍由它营充提高 是比新生贵几十倍 因为它的食堂啊 你加工过后 它的那个糖尿会变得比较快 那大米是一斤差不多七百 七百至八百 只要说过的一斤那两千五 要求等保存时间 又要保留平常的好时机 这一区黑虎煎煎 要做的好吃并不简单 更化压才表示 真真来想闭闭见面就有点多星期 不过因为对球这izin手起 真搭看了 也不思议不影响 PARKU кус礎煎煎煎煎酱 很有三点 感觉还对 去这个 nosso ranking